三十七信報財經新聞 內地托市鋼杆減變增 2015年7月10日信報投資 並01信不攻略習廣師港股經歷一場股災後 終於出現報復式反彈 癡作天升876點 修復了週二地幅1,459點的56% 修復24,392點 不少以三線股升幅二幾十個巴仙以致倍計 大跌市後的反彈一般都十分有人 但很多時都是陷阱 此時入市只是希望駁一個可觀的反彈 大陸股反彈 令歐美股市也著弱 則不是歐股普遍升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 市場預期本週日死線前稀債問題會有一個圓滿結果 於是入市買定線 然而 欺債談判的發展 在過去幾星期裏似仰市場的眼鏡 所以要慎防出現另一次滑鐵路 債務重擔轉至政府下半年環球局面試經濟放緩 債務不斷上升 最後要靠各地央行的貨幣政策支撐 美國聯儲局昨天凌晨公布6月議息報告 並沒有對加息時間給予指引 卻對中國經濟及希臘可能脫歐帶來的衝擊表達憂慮 中國經濟連番減息 降準後 尚未見起息 確是環球經濟的隱憂 國際經濟組織的經濟綜合領先指標5月進一步放緩 途一 歐來區表現較好 英美及中國較弱 特別是中國 指標連跌3個月 每月下跌0.2 5月報97.3 途二 看來未來幾個月內地經濟進一步放緩的機會較高 金融海嘯後 環球經濟復甦步伐緩慢 負債不斷向上跌 麥肯石環球研究所的結論是 高負債拖經濟增長 也令金融市場變得更波動及脆弱 該研究所今年2月增就環球債務情況發表報告 發言自2007年金融海嘯後 環球債務不減反增 以整體債務與GDP 的比率計 由2007年第四季的269% 升至去年第二季的286% 途三 以各類借款人劃分 政府債務的增長最快 金融機構則大幅放緩 金融風險以釋迫弱者也不難理解 為挽救金融機構 不少債務由金融機構轉移之政府 希臘便是其中一例子 希臘於2012年重組債務時 在德國政府的要求下 希臘政府向當地銀行業注入資金 讓希臘銀行業得以償還德國及其他外資銀行的債務 銀行脫險 但希臘政府卻負上龐大債務 當天若果外資銀行削債 今日希臘不會面對如此大的危機 根據該項研究 這段期間 中國的債務增幅最驚人 全球57萬億美元的新增債務 中國佔了三分之一 除了海嘯後急忙推出的4萬億元人民幣振興方案外 其後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理財產品及今年的場外配資等 都加大了經濟的槓桿 更甚的事 這些市場都市在正常規管範圍之外 到了出事 當局財急急殺停 反映政府的金融風險意識不高 金融往往是經濟最不穩定的環節 它既可在州亦可覆州 在香港收取存款及公開銷售投資產品集資 都受到嚴格規限 但在內地往往如無掩雞籠 說是金融創新 但出了事當局就要急急望陽保勞 以公帑補救 今次內地政府出招救市 其實也如希臘般把槓桿由民間轉到政府身上 股民大增媽展倉 令股市大跌 於是人行向中國證券金融股份公司主資 尤其轉者與券商提高市場流動性 甚至由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拿錢去認購主動營基金 透過基金不但買藍籌 也買各類中小股 A股牛營有望翻生此外 中證監鼓勵公司回購股份 由銀行提供媽展融資 中銀監也允許銀行對已到期的股票質貸貸款 與客戶重新合理確定期限 對股票質貸率大於合約規定的 雙方也可自行雙地壓品調整 以上種種措施都跟減降肝防風險背道而馳 這也是海嘯後各國政府的取態 先解決眼前危機 把長期的問題按下不表 於是問題愈積愈大 總有一天爆爆 不過 內地 A股市否無法再見新高呢? 那又未必以中國經濟之疲弱 人行跟隨英美日歐同行 退行量化寬鬆的機會愈來愈高 官乎其他市場經驗 一有QE股市大漲可期 大家不妨等這一天來臨 習廣師豪信報投資豪信不攻略外地托市降肝減變增 與心打雲有過 旋轉 兩倍 雜生 朋友 雜生